巫统大港区国会议员布迪曼今天在部长问答环节 向能源、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麦西木询问 雪州水工重组计划延迟的原因 对此部长解释是雪州政府迟迟不开架收购血核公司Splash 才会在一年又九个月内三度拖延谈判 最终苦了雪州人民 曾经参与雪州水工重组计划的前雪州大城 敦拉萨镇区国会议员丹斯里·卡利·伊布拉辛建议 中央政府有权行使2006年水工服务工业法令 先接管水工公司解决问题才归还州政府 麦西木欣然接受卡利的这项建议 并表明中央愿意帮助雪州政府接管雪核公司 不过他的前提是他要雪州州务大城 那杜斯里·阿兹敏开个家 面对部长的校正 民主行动党雪州巴城区国会议员查尔斯 反击强调 早前雪州接管的三家水工特许经营公司费用 全数由隶属财政部的水务资产管理公司资助 但是要接管雪核公司 州政府却必须支付四成接管费用 令他们大感不解 查尔斯表明雪州治水并不是因为雪核公司接管问题而衍生 而是国家水务委员会失职 没有严厉监管测取公司 导致水泵出现问题 他认为要一劳永逸解决治水问题 当局应该加强把关 八度空间邓颖会国会大厦报道